上一集我们在家60天终于恢复自由 回到大山里与家人团聚做饭摘野菜 这一集却发生了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现在是9点30待在山里面的第三天了 原计划是在明天走 但因为今天早上大姐突然收到一个电话 说他们可以办理复工证明 以前他们在家也就待半个月 就出门打工去了 现在有两个月没有任何收入 他们内心也挺焦急的 好吃吗宝宝 这又一百斤吗 感觉有快一百多斤 今天还想能出一个大太阳 感觉再捡好了 不 这又一百多斤 没有 看得到 不 我不给妈妈和我们大姐姐呢 我们要跟姐姐回去呢 怎么要回去啊 她愿意啊 走啦 出发啦 宝宝 回家家呀 给你喂呀 婆婆她们拜拜 拜拜 拜拜啦 我们回家啦 天天念叨念叨要回家 今天这个车突然打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做了非常多的尝试 车子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但她在来的时候明明都好好的呀 这让我感到很奇怪 爸爸妈妈在这儿准备再玩一会儿啊 不走了 行不行 你回家这里玩 你回啥呀 你回家 哦 要回家 不应该把那个钥匙插在那个车里面 没有拔下来 估计就那个时候亏了一夜的电 OK,现在车没电了,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这周围我能接到电瓶和那个搭电线 把车子启动 第二个办法就是,只有打电话了 如果你买了保险,保险上面有几个免费救援 免费救援就有一个100公里之内免费送电 OK,一会儿就试一试吧 现在接了一个电瓶,我又打了那个保险公司的电话 如果这个能搞定的话,我们就可以走了 现在他们正在接线 这就是我们手工做的那个打火线 这是那个白他从那个三箱垫上面扣出来的那个电线 不然咋糕啊,又没缺了东西 又不会 自己胡争胡争,真坏了 你看把车子车给人加里一扎 他把车用一下,车也开花插包 我們那快火家庭的腕子不一样 他是不动老金 你还想把车车坏了我给你说 他把衣裳一坨工去,你走,炸呀 好了 现在打火线也搞定了 电瓶 汽车也有人来帮忙 非常的幸运 非常感谢大家 这是正极 这是负极 现在打火线也做好了 车子也借到了 就看接上电瓶之后 这台车能不能打响了 电线的接法也很简单 两台车的电瓶正极接正极 负极接负极 千万不要接反了 不然后果很严重 这个手弹这还合适 用夹杀压的 拿个拆棒吧 拆棒 我打香了 打的啊 打 打香 不行啊 打香 怕它都没电了 握着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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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打开电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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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搞定了 大姐还说明天早上走明天早上走 我搞的我都急的 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今天晚上咱们得出去 不然的话当无事多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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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到了半山腰上这几间老房子 这几间老房子还没扒 相当于一段那个历史嘛 而且这个房子很奇特啊 因为现在大家 都要盖新房子 基本上都是把以前的那老房子 退掉了 然后盖新房子 以后这种房子会越来越少 所以呢 我就来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在几十年前山村里盖房子了 真的是人生头等大事 没房子被人瞧不起 更谈不上娶媳妇 不像现在 想盖就能盖 而老丈人在他那个年代 也是筹备了几十年 才盖起一座土胚房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座房子 也有几十年历史了 右边那间 据说出了这个山村里的第一个千万富翁 应该是挖矿发家致富的 而他们也早已搬走 几乎很少回来 所以现在这些房子也就没拆 一直就放在这里 大家猜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猪圈 现在已经废弃了 以前住在这里人呢 他们都搬到那个移民搬迁小区去了 现在这个房子我进去看了一下 里面养的都是流羊啊 动物啊什么的 OK OK 现在这房子已经没人住了 基本上都是养牛啊养羊啊 他们住在里面 里面也比较脏 光线也比较暗我也没带灯 所以 橙色呀啥的都基本看不清楚 我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城市里面度过的 很难想象在这个大山里面居然住着这么多的人 非常惊讶 难以想象 他们是怎么生存下来的呢 就靠种这些地 整座山村坐落在一个山谷中间 四周环山可耕种的土地稀少 也不是什么旅游景点 但现在家家户户都买了有车 就靠的是在外打工 这也是大部分人的主要经济来源 据说这个山 那座大山 还有更高的山上面都住的还有人 但最近这几十年里 大部分人都搬在这瓦地里面 或者搬到镇子上 甚至到更远的地方去 本来很想去看看后面废旧的房子 但现在没时间了 走走转转又回到家了 小山村 两步路 就能把这里摸得透透的 看上去很大 但其实人们经常活动的区域 也就是在这一块 这有一条小狗 雨越下越大了 赶紧回家 哎呦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分享点赞 如果不喜欢 也记得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我是特贵 我们明天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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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着急啊 拜拜 拜拜 拜拜